- 现在还有吗? - 现在没有吗? - 现在没有吗? - 像我们现在的青鸣长得几乎就一模一样 - 就是个儿做的 - 可是那时候是不是动物和动物都大一些? - 除了发现这个巨大的青鸣, - 发现巨大核武功,还有巨大的海细, - 身体都在三米以上 - 那么顺便说一下,现在活在世界上, - 最大的是在中国, - 是一种叫做中华竹节城的城市, - 体长能达到六十岁, - 那么这些昆虫的化石啊, - 都是在煤矿里面发现的, - 为什么会在煤矿里发现? - 他们说过这个时候叫石碳基, - 为什么叫石碳基? -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啊, - 树长得特别的, - 然后后来树死了, - 都变成现在的煤炭, - 所以这些东西的化石都在煤炭里面, - 目前发现石碳基的昆虫化石啊, - 有二十三个梦, - 要喝一个奶花汤吗? - 二十三个梦什么意思啊? - 至少有二十三个中, - 也就是说, - 也就是说, - 过了三亿年, - 昆虫没见过, - 于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 - 哦, - 就是这个小挑子, - 如果演化成这么多种的, - 特别巨大的, - 啊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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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 咱们以前提到过一个, 但是7000万年之内没有出现虫子 那么为了解释这7000万年的决业期 英国卡尼书大学的两个教授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假诉 叫做昆虫的宇宙起源虫 他们认为了这些虫子原来不是住在外星虫 然后他们这么晚呢 或者是基因的一样 开过原石 彗星就来到了地球 然后结果适应地球环境就住在这 这个理论能解释几个事情 第一个呢 他能解释在昆虫的三亿年纪 一些虫肉的猪 因为这个昆虫 压根它就不是计划来的 那么这个理论呢 还能解释的是谁 就是虫子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的怪啊 他怎么那么怪 虫子虽然很小啊 但是我坚信大部分人是很害怕虫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虫子和我们太不一样了 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脊椎动物啊 包括我们人类啊 都是骨头在里面的 肉长在里面的 但是昆虫这种节肢类的人 都是骨头长在外面的 内脏啊 肉都长在里面的 但是我仔细想起来只要很合理的 外面有个硬硬硬壳 保护 我刚才放在里面的 而我们很不可以 硬做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就软软的 很容易受伤的组织都在外面 根本没得保护这么奇怪 最终